努力彰化师范大学的大家长 郭艳光 郭校长 为我们致辞继贵宾介绍 我们彰化县杨重杨副县长 各位贵宾 各位校友 各位师长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感谢各位出席我们彰化师大 42年的生日 彰化师大在1971年创校 到现在经历了42年的时间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很快的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具有七个学院的 一个综合型的大学 在这边我们庆祝我们生日的同时 我们要先来介绍我们今天到会的一些贵宾跟师长 首先我要跟各位介绍 彰化县县政府杨重副县长 杨副县长他在我们彰化师大争取国际学社这一方面 给我们帮助很多跟我一起 我们到教育部去报告 我记得我们去报告那天还下雨 非常感谢杨重副县长的帮忙 接下来是我们的校友总会的创会理事长 他是谢昭宏谢理事长 谢理事长是我们同德加商的董事长 我们彰化师大的校友会从没有 就是在那个私底下运作 就是然后到正式成立 一直以来是由我们谢董事长 他出钱出力 把我们的校友集结在一起 彰化师大校友会发展 能够到今天我们谢董事长的贡献 是相当的多的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我们教育部 郭明吉学前教育署副师长 黄新发副作 黄副作是我们现任的彰化师大 校友总会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第三任 第三任的校友总会理事长 以及第四任 在黄理事长的经营之下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全国 还有只剩下两个县市 剩下云林还有屏东 这两个县市我们目前正在筹备 应该也快了 那我们这两个县市的那个校友会成立之后 我们在全台湾所有的县市 都会有我们的校友的分会 那另外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创立了第一个境外的校友会 那在黄新发理事长的任内 我们的校友会更加的发扬光大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黄理事长 对母校的贡献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一位是建国科技大学的陈凡兴校长 陈校长他具有多重的身份 他是我们彰化师大的杰出校友 他是我们公教系的教授 也曾经在技职学院担任过院长 他在今年的8月1号担任建国科技大学的校长 我们已经有好几次 陈校长跟我都在谈 我们就在彰化市区 只有我们这两间大学 未来我们应该在很多的方面 可以互相来合作 让两个学校发展得更好 在这边特别感谢陈校长回梁家 来祝贺母校的生日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国立台南护专化学系系友会 陈文贵校长 陈校长是我们化学系系友会的会长 感谢陈校长回梁校来 接下来是我们张公校友会的会长 陈希瑶陈会长 陈会长是我们一粒电子的董事长 在我们跟张公很多次的会议还有聚会里面 陈会长他都是亲自参与 他对我们就是张公还有彰化师大 彼此之间紧密的连结 贡献两多 非常感谢 接下来介绍我们丰树国小的校长 罗光华罗校长 罗校长是我们苗栗县校友会的理事长 以前我有几次到苗栗校友会去参加 苗栗校友会创会的时候是黄新发理事长创会的 那我过去那边参加校友会的时候 发现苗栗校友会特别热情 大家吃饭的时候还会唱三歌 非常热情的一个校友会 感谢罗光华校长回母校来 那接下来是我们北园国中的退休的校长 徐苏梅徐校长 徐校长虽然已经退休 但是他对母校的活动一直都有这个参与 包括到像苗栗县的校友会 在开会的时候 徐校长也都是远道过来参加 非常感谢徐校长对母校的支持 接下来是彰化圣和汽车国分有限公司的 柯议员董事长 柯董事长是我们公教系的博士 他在很多学校的活动 他出钱出力 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母校极大的帮助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代表学校 感谢柯董事长在过去几年以来 对母校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国立彰化高中吴文中校长 吴校长同时也是我们彰化县校友会的理事长 感谢吴校长 就是在包括跟母校之间的一些学术上面的合作 还有对我们校友会的支持 接下来是我们彰化师大师子会的前会长 叶论长叶教官 叶会长 他也是在很多的活动里面 常常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非常亲切 非常感谢叶教官回来 接下来是顺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庄修雄副总经理 庄副总经理 曾经担任过我们学校创新育成中心第一任的经理 非常感谢庄经理 也是回到母校来 接下来介绍我们彰化师大师子会的前会长 张荣新张会长 谢谢张会长 回到彰化师大 接下来是我们台中一中的校长 陈木柱陈校长 我们有几位校友 都是容认我们全国的一些名校的校长 我们陈木柱陈校长是其中之一 非常感谢 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王惠美立委的秘书 施淑珍师秘书 感谢施秘书代表我们王伟源回来 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我们校内几位出席的师长 第一位是李清禾副校长 陈明飞副校长 洪连辉院长 洪连辉院长是李学院的院长 接下来是我们技职学院的张火灿张院长 工学院的黄怡正院长 社科体院杨中和院长 辅导资商学系郭国珍主任 郭主任也是兼我们婚家所的所长 教育研究所王志宏所长 数学系郑玉民主任 化学系李远璋主任 公教系陈德发主任 车辉车辉所杨界仙所长 国文系张惠梅主任 历史研究所蔡泰斌所长 气垫工程学系赖永仁主任 对不起我念错赖永仁主任 气管系黄明翔主任 运动学系张家昌主任 接下来是我们的行政团队 何游斌教务长 林素清学务长 黄中柱总务长 李汉文研发长 李研发长同时兼任我们的国际长 张士奇主任秘书 副书馆林哲鹏馆长 人事是朱小丽主任 主绩是李美颖主任 师培中心林清文主任 体育室陈蒂佑主任 学生心理智商与辅导中心张景然主任 教学卓越中心石文杰主任 刚刚学术单位还有一个财务金融技术学系吴明正主任 科学教育中心黄深山主任 还有我们今年8月1号新上任的通事教育中心黄胜惠主任 张家仁组长 王春元组长 陈仪慧组长 黄敬群组长 林美纯组长 一位荣获校长领导卓越奖的校友 两位荣获师多奖的校友 八位出任校长的校友 六位杰出行政人员 还有三位服务满三十年的教职员工 彰化师大是国内三所师范大学之一 也是所有的师范院校里面转型最成功的大学之一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连续获得八年的教育部的教学卓越计划的补助 是教育部所选定 三十四所可以自办学校评见 还有细所评见的大学之一 以及我们是国歌会所核定 二十七所可以自办研览及留住优秀 特殊优秀人才 也就是所谓的谈心计划的大学之一 我们的研究成绩在全国排名在前三十名 去年校友还有三千人士的捐款超过三千万 我想这一些成绩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这些成绩也说明我们彰化师大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师资培育优势 教学跟研究兼优的一个综合大学 而且我们的努力已经被社会看见 已经获得社会还有国际的普遍的肯定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在国际合作也有一些成绩 我们缔结了几间的姐妹校 特别我们在八月份 我们有跟加州大学博客来分校 签订姐妹校 我们不只是教授的互相的交流 包括研究生大学部 还有我们进修学院的学员 我们都有机会跟加州大学博客来分校 有一些交流 另外我们也跟加州大学的Fresno分校 签订双联学制 未来我们的大学生硕士生还有博士生 有机会用同样的时间 大学四年硕士两年 博士大概在四年左右 有机会在台湾还有加州州立大学 我们可以在毕业的时候 经由两边的合作 同时取得两个学位 这个都是我们在国际合作里面的一些成绩 另外我们在马来西亚 成立的第一个我们校友会的分会 我们在马来西亚能够这么顺利的成立 校友分会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研究所开始 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学校行政 硕士学位班 让六十个独立中学的校长 副校长还有主任 他们有机会来进修 那也因为我们有这些非常优秀的校友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顺利的成立了我们马来西亚的校友分会 当然在成立学校行政硕士学位班之后的两年 我们辅导智商学系也在马来西亚成立的硕士学位班 目前我们规划当中的有包括美术学系的艺术教育硕士学位班 还有理学院的科学教育硕士学位班 在前几天我去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在马来西亚开设博士班 以及其他的包括商业教育 特殊教育等等也都有一些殷切的期盼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只要是教育部支持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合作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 在重大的建设方面 我们工学院大楼已经在去年落成启用 我们工学院的所有的师长跟学生 有一个崭新的大楼可以使用 那在未来的这几年 我们会努力来推动 除了我刚刚所提到 我们跟彰化县政府共同在推动的 希望争取国际学社在彰化师大 在彰化县来盖以外 除了这一项以外 我们要努力来推动 第十学生宿舍 总共有一千床的床位 还有理学院大楼 这两个是属于四亿跟七亿的一个大型的建设 当然比较小的几千万 或者是一些几百万的 我们的一些大楼的更新的工程 这些我们都在进行 所以在能力的范围之内 我们会让我们的两个校区 成为优质的校园 所以这是我们的承诺 未来我们会一步一步来做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需要学校的努力 也需要我们所有校友的支持 那我们今年的校庆 我们的氛围 学务处要办的时候 跟我说 校长今年我们校庆的主轴要放在哪里 我说我们把今年的主轴 放在我们的校友 放在我们的校友 因为校庆 除了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一边工作 还有学习的老师跟学生之外 还有我们的员工之外 永远是我们的校友的家 所以我们把今年的校庆 我们没有说特别办得多盛大 但是我们把它映造一个氛围 是属于我们的校友的一个校庆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彰化县政府 杨中副县长 还有所有的行政的主管 一直以来对彰化师大强力的协助 也感谢陈盘兴校长 在坎娘当中回到母校来 祝贺母校的生日 那还有各位贵宾 各位校友 今天能够回来彰化师大 就是大家一起来庆祝 庆祝今天的生日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 所有获奖的贵宾 还有我们校友 那我在这边 再跟各位补充介绍 秀传医院周德敖 副院长 周副院长 非常感谢我们秀传医院周副院长 在摆忙当中到彰化师大来 我们跟秀传医院 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合作 前几天我们在研究大楼 启用的时候 我有过去 非常感谢秀传医院 对我的招待 那我们未来在学术上面 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所以非常感谢秀传医院 周副院长亲自到彰化师大来 另外一位是我们秀传医院公共服务处 胡淑源副处长 也感谢福副处长 就是波荣到彰化师大来 庆祝我们彰化师大的生日 欢迎福副处长 谢谢您 那在这边 我最后我就是感谢各位贵宾的丽林 我们祝福本校校运苍隆 42岁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校长 贵宾致辞 首先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邀请张化县 杨仲杨副县长上台致辞 我们当时大的郭校长 李副校长 陈副校长 我们建国的陈校长 还有一中的陈校长 我们中央长官 其实应该中央长官先讲话才对 不好意思 我们教育部 国民级学研教育署的黄副处长 我们川会的谢川会长 也是谢董事长 我们黄副处长是先任校委会的理事长 我们各位杰出的校友 还有我们学校的三长 各位院长 还有我们现在到场的前翁县长翁立伟 我们学校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谢谢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参加我们张世大 四十二周年的校庆这个庆祝大会 佐县长因为有另外一行程 所以没办法过来 所以特别指派我来跟大家致意 也表达祝贺之意 我们知道张世大的前身是在西元1745年 由陈宪章人家称为白沙先生所创立白沙书院 然后改名为白沙山庄 在民国六十年的时候才改建为台湾省立教育学院 然后再改名为在六十九年隶属教育部 更名为国立台湾教育学院 那在民国七十八年才正式的改名为国立彰化师班大学 那这四十几年来我们张世大可以说 培育了我们许多的教育人才 许多优秀的老师 来教育培育我们这些心意学子 所以说对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面可以说贡献非常大 那我们张世大一直以来在提升教学 还有研究方面可以说是不余力 在我们郭校长以及历任的校长 还有所有老师的用心经营 辛劳的付出 还有我们同学的努力之下 在我们国内或者国外各项的竞赛 都有很好的成绩 获得许多的优异的奖项 所以是可喜可贺 那这些都证明我们张世大师一所 真正的我们教学为本 研究为先的一所优质的大学 那我们也期盼我们学校能够继续 能够有多运化的发展 来迈向国际化 而且与世界国际来接轨 在这边也最后祝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 祝福我们张世大 效应昌隆 效务真正日上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贵宾 大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谢谢各位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杨副县长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掌声邀请 彤德佳商谢昭宏谢董事长上台致辞 母校国校长 母校师长 我们张华县副县长 养副县长 建国科大陈校长 台中医中陈校长 杨院长 我們國民教育署副署長 王副署長 也是我們目前張世大校友總會的理事長 我們翁立偉 還有我們羅校長 我們陳文貴陳校長 我們非常熱心的嘉義縣的學長 還有吳校長 各位貴賓 各位傑出的校友 大家早安 我今天很高興回到我母校 我是67級輔導系的 到現在畢業算起來已經35年了 說起來我非常感謝我從師範師專 然後能夠到教育學院來進修讀書 對我個人的成長歷程 以及我個人的一個事業的發展幫忙很大 我始終非常感念我們母校的師長 母校在歷任的校長 以及我們現在的郭校長 年輕的團隊精進研究 可以說意思是一個很強勢的領導團隊 那麼我們畢業在外的校友 我們都以彰化師大為榮 我們也應該是可以期待我們彰化師大 那麼在郭校長團隊領導之下 應該可以爭生日上精益求精 那麼為我們台灣三所師範大學 我們能夠呢這個精進進步 那麼剛才郭校長也講了 這個這幾年來我們張師大 可以說發展得很快 我們進德校區 除了進德校區的建築設備環境改善以外 我們這個工學院 可以說裡面的建設都非常完整 那可以說這個母校這個團隊 當然我們以前的校長也都很認真 來計畫努力 那麼郭校長更能夠把這個學校校務放眼 這個經濟 那麼像我們這個所知道的 我們母校師長教授的SCI SSCI 這個研究成果呢 平均好像是每一個教授有兩篇至上篇 這個在國內的這個教授的研究 這個在國內的這個教授的研究 可以說呢 可以是突飛門進 另外我們母校對於校外就是國際觀 剛才郭校長講的 跟美國的著名的大學交流 還有派學生到那裡去學習 還有取得雙重的學位 在國際觀這一方面 也能夠適應我們現在教育的潮流 我們深感慶幸 另外還有我們的同學 這個人文觀 人文這個觀點 就是服務社會 對於社會的倫理 人與人之間的一個關懷 人文思想也非常重視 那麼這一點呢 我們這個感覺到非常驕傲 那麼其他呢 還有林林總總的 這個本校的總總的一個 的傑出事蹟 我們都歷歷在目 總是我是以張世道畢業為榮 那麼我們在外的校友 可以說前國高中職國中小 我們校長已經佔了三分之以上 在三所示範大學裡面 我們有三分之以上的高中職國中小 那另外還有大學的校長 還有國國會研究的高階層的研究員 可以說遍佈前國各地 那像我們陳校長 這個最近也接任了建國科大的校長 我們陳文貴是台南副專的校長 這個都是我們傑出校友的一個表現 我們也希望在外的校友能夠共同努力為我們母校發光發熱 那麼最後呢 今天是母校四十二週年校慶 我謹於這個校友的一個理事長的身份 創會理事長的身份 那麼祝我們母校生日快樂 我也要感謝我們黃署長 黃理事長 這個校友會從小 從我這個十個 它現在已經擴充到十七個了 才短短的這個三年以內 那麼還有另外還有雲林跟屏東 我們正在醞釀要成立校友會 那麼如果這兩個校友會又成立了 那麼全國各縣市我們的校友會 就通通集前了 那麼最後呢 今天祝我們參與的這個長官貴賓 各位傑出校友 大家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謝謝各位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感謝謝董事長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邀請汪金珠 汪前縣長上台致詞 郭校長 陳副校長 還有李副校長 楊副縣長 建國科大的陳校長 還有我們母校校友會創會長 也是同德加商的董事長 謝謝董事長 黃副署長 也是我們現任的校友會的理事長 各位校長 還有各位我們學校畢業的 這個優質的學生們 以及各位貴賓 今天很高興來祝賀我們彰化師大 42週年慶 先祝福學校生日快樂 我們彰化師大 連續八年都獲得教育部卓越獎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可見在校長精英的領導以及教授們 非常認真的指導之下 學生的優異表現獲得教育部的認可 剛才我們謝董事長在這裡也提到 師範體系我本人也是 我從高雄女士到台灣師大 音樂系畢業 也受到我們師範體系的栽培 師範體系培植出來的非常優質的教育人員 彰化縣我看國中小大部分 雖然不是彰化師大畢業 但是也都到彰化師大在接受進修的課程 所以也可以說是彰化師大的學生 我看到我們在不僅是彰化縣 在國中小的校長或者是老師們 以及高中職很多的校長 甚至於現在有大學的校長都出示我們彰化師大 可見彰化師大長期在這個地方深耕也培植不少的 我們的優秀的老師們以及學校的校長 真的非常的難得在這裡表達最大的敬意 那師範體系不僅是培植教育人員 其實也培植很多企業界 商業界 甚至於是政治界以及法律司法界 也非常多出自示範體系 所以示範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彰化師大連續八年都獲得 教育部的優質的卓越獎 這可見我們的努力是大家看得到的 那麼特別今天是最高的長官 就是我們副署長 副署長是非常重要 影響台灣未來我們的基礎教育非常重要 影響聲援的國民教育署 十二年國教就已經上路了 我想這院的副署長 又出自我們的彰化師大 相信在他的這個 在教育部的這樣推動之下 以及我們學校 張師大還有所帶領的各個基層教育的校長 一定可以把十二年國教能夠很順利的推動 讓他很成功 在這裡再一次祝賀 我們張師大生日快樂 祝福校運長榮 謝謝 謝謝翁前縣長的致詞 最後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邀請建國科技大學陳凡欣陳校長上台致詞 我們母校的國校長 李副校長陳副校長 還有楊副縣長 我們的校友總會創校的 謝招黃謝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黃理事長 現在國教組的副署長 還有翁前縣長 各位校友 各位母校師長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好 我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回母校來 剛剛看到我母校四十二週年 其實我跟彰化師大的關係 算一算啊 今年已經是第四十年 因為我從民國六十二年進入母校來就讀 之後呢 大概中間有五年的時間 離開我們的母校去進修 所以扣一扣呢 還有三十五年的時間 那麼過去在求學的階段呢 其實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酸甜苦辣都有 因為當時物資比較缺乏 所以我們的整個大學生活 除了讀書之外呢 大部分都是戶外的休閒 所以當時在我們那個時代呢 我們就有很多 現在同學大概想不到的一些活動 尤其在晚上 那麼當時白沙湖呢 有很多的雨 而且都是非常的肥美 所以晚上到十二點以後呢 大概整個遍布白沙湖 除了中間這個走道之外呢 這個我們中間的這個大道之外呢 幾乎都散布著 每一個同學在那邊垂掉 所以當時這個常常發生工友 我們的工友同仁呢 半夜十二點一點兩點呢 都出來來包操 從裡面包操 那當時呢 我們只好往操場這個地方跑 可是當時都還是一個沼澤地 所以跑完之後呢 回到宿舍呢 都在那邊洗我們的褲子 因為褲子都是泥巴 這個是非常難忘的 那除此之外呢 有些同學呢 就半夜大概十一點十二點啊 就跑到當時我們唯一的游泳池 就爬這個欄杆過去 就開始游泳 反正那時候夜色昏暗 這幾乎都是前樓游泳 所以我們當年 我們一個傑出校友黃慶良 他就承認 在演講中他承認 當時他有游泳過 那我們的夜院長啦 金舊先生夜院長一次問我說 欸 你有沒有去游泳過呢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說標準答案是沒有 所以當時的大學生活 所以我事實上是 雖然比較苦 可是呢 其實回想起來還是非常的 這個非常的 有這種值得回味的地方 非常有樂趣 那麼我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留在我們母校來 擔任助教 所以從我的學習階段 到成長階段 到我後來擔任系主任 擔任院長 其實在中間過程裡面啊 我們的母校的師長 我的老師 我的同事 幫我很多忙 所以今天我才有機會 到金舊科技大學 去擔任校長的工作 所以我要感謝的 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常常也在致命 去當一個校長 是以服務同仁為目的 你要培養學生 成為國家的未來動娘 因為我們未來都需要這些年輕的學子 所以我們應該是個服務業 替國家培養製造人才 所以我們也是製造業 校長絕對不是一個修理業 誰不聽話 意見多我就修理他 校長不是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 以服務為目的的職務 所以我跟郭校長 我們理念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們都是非常好的 過去好的同事 現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們董事長 他從我的舊址 他也看得出來 我跟校長的關係很好 所以他跟我講過很多次 找個時間要請校長到建國來指導 要請我們校長來吃個便飯 董事長吳連鑫 他跟我講過 彰化市只有唯一兩所大學 雖然是公立私立 我們為什麼不能好好來合作 因為我們的資源越來越少 我們可以資源共享 比如說我們建國科技大學 在縣政府的體育場的游泳池 我們每一年都花了很多錢 跟他承租下來 我們的同學 憑學生證 將來就可以來享受優惠的價錢 視同我們的學生 我們學校也有很多的系 是相當好的 師資都是一流的 設備是一流的 唯一就是說 我們的社會的一個現況 他選擇大學的時候 都是以國力為優先 但是我們建國科技大學 也有很多本地生 他寧可行責建國科技大學 所以也有很多優秀的學生 未來其實在 無論在學生的社團 或者是學術的交流 我們都可以更進一步的來合作 所以我想我們下一次 我們會邀請校長到建國來幫我們指導 那我們來更進一步的來合作 我覺得合作是兩例的 而且我本身又是從彰化師大出來的 所以也請我們所有的同仁 我們同學 將來把彰化師大跟建國科技大學 把它視為一家 歡迎到建國科技大學來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建國科技大學也是聯繫九年 獲得教學作為計畫 也是二十六所教育部公告的 可以自我評鑑的科技大學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建國科技大學的老師 都非常的認真 非常投入 我希望我們未來 更進一步的合作的機會 那母校的辦學 老師的認真 其實都是我在辦學時候 我要引以為標竿的一個學校 希望我們將來兩校的合作更為密切 那今天剛好是我們母校的四十二周年的校慶 我預祝我們母校未來的校務更蒸蒸日上 我們整個學術 服務 教學 能夠更進一步 我一定會把它列為我們建國 將來要學習的一個標竿 祝福我們母校的所有的老師 同仁同學 給我們今天的貴賓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陳校長 頒獎 現在讓我們熱烈掌聲 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 繼本校校友總會理事長黃新發黃理事長上台 來為我們頒獎引言 典禮主持人郭校長 李副校長 陳副校長 嘉義縣楊副縣長 以及翁前縣長 校友總會創會 謝理事長 各位縣市校友會理事長 母校各位院長 系主任各位師長 各位校友 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要代表 校友總會全體理監事 以及全體校友 祝福母校42週年校慶 祝福母校孝季勇 孝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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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師長生日快樂 母校成立42年以來 為我們社會培養了非常多優秀的人才 今天我們也在將近六萬位校友裡頭 我們選出傑出校友 我們創校30週年的時候 民國90年我們第一次表揚傑出校友 創校35週年民國95年的時候 我們表揚第二次的傑出校友 之後我們每年都在校慶的時候 表揚傑出校友 到今年已經是第九屆 今年十位傑出校友表揚之後 我們總共接受母校表揚的傑出校友 有153位 我們要在這裡一方面恭喜 所有的受表揚的傑出校友 同時也要代表全體校友 感謝母校 在我們求學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有很好的學習環境 讓我們能夠在困沌中成長 能夠力爭上游 感謝母校師長 讓我們畢業之後 離開母校 帶著母校支持的力量跟自信 在社會上依然能夠力爭上游 出類拔萃 所以我們現在校友總會 雖然在還沒有成立之前 謝昭宏理事長在民國82年左右 就陳卓民校長當的時候 就開始有校友總會的運作 但是各地校友會也在陳校長 以及謝昭宏理事長的鼓勵跟支持之下 陸續成立 到民國93年的7月24號 我們校友總會正式成立 而且跟內政部登記為全國性的社團 然後我們校友總會的理監事 是三年一任 所以到96年 我們產生第二屆的校友會 99年產生第三屆的校友會 那102年 今年的7月21號 我們召開第四次的大會 同時也選出了第四屆的校友的理監事 那我們跟理事長遍布全國各地 剛剛在我的前面講話的陳帆欣校長 他不但是母校的師長 同時也是我們的校友 也是現任校友總會的監事長 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校友 在各行各業有傑出的表現 尤其回到各地方去服務的時候 都有非常強的抓地力 我想剛剛校長特別提到說 學務長問他說 今年校慶要以什麼為主軸 校長講要以校友為主軸 所以我要代表全體校友 感謝母校的校長 同時我要用一點時間 來介紹我們校友在各地的發展 事實上我們校友總會 現在本島就有15個縣市成立校友會 然後加上澎湖我們澎南國中的紅愛會校長 在今年3月成立校友會 同時馬來西亞成立了我們境外第一手 第一個校友總會理事長 校友總會理事長 謝理事長 所以現在我們包括本島以及外島 跟馬來西亞 我們有17個校友會 我們這17個校友會 都跟當地政府正式登記為社團 從北到南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 是建國高中的陳偉宏陳校長 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 是新北市立板橋高中的高柏林校長 桃園縣的校友會理事長 是桃園國立陽明高中的林清波林校長 新竹縣市校友會理事長 是新竹高商的林明毅校長 苗栗縣校友會理事長 就是今天在場的 我們苗栗豐樹國小的羅光華校長 台中市校友會理事長 是台中市教育局現任的副局長 王明毅王副局長 南投校友會理事長 就是我們童德嘉商現任的校長林元貴林校長 彰化我們翁前縣長的服務的縣市的校友會理事長 是彰化高中的吳文中吳校長 我們雲林縣現在在籌辦校友會當中 剛剛校長還特別提到我們希望在年底 不過年底很快就到了 我只是沒有講哪一年的年底 年底會成立校友會 我們嘉義校友會理事長 是嘉義高中的黃毅成校長 台南校友會理事長 原本是台南大學的黃秀雙校長 任滿之後 現在是台南大學特教系的吳坤壽 吳教授是我們理事長 高雄校友會理事長 原本是高雄市的正因藥局長 任滿之後 現在是高雄市的鄭文中校長 屏東校友會 現在在籌辦當中 剛剛校長也講 年底會成立 台東校友會理事長 是台東大學副主台東特教學校的校長 吳永毅 吳教授 花蓮校友會理事長 是花蓮啟治學校的省洪武省校長 宜蘭校友會理事長 是宜蘭投誠家商的詹光宏校長 加上剛剛澎湖澎南國中的孔愛慧校長 以及馬來西亞巴森 是新華高中學還是華興 新華中學的校長 所以我們的校友在各地 有一天我們的王金平院長 來參加我們今年的畢業典禮 同時也是第一次頒發境外的博士學位 給楊總理 楊博士 那我跟王院長講說 他是現任台灣師大校友會總會的理事長 但是我在各縣市去走動的時候 我發現彰化師大的各縣市的校友會 比較火藥 人數雖然沒有台灣師大那麼多 但是我們定期開會 而且在各地都非常的有成就 我在這裡特別感謝各地區校友會的協助 我認為我們的抓地力來自於各地的校友會 所以特別跟郭校長講說 我們校友人數已經那麼多 而且參加校友總會的會員人數已經那麼多 要開大會不容易 所以我們這一屆 第四屆開始我們改為代表大會 由各地區的校友會選出 代表之後來成立校友總會 所以今天我們的校友總會 是用代表大會的成立 但是現階段我們更需要各位院長 各位系主任來協助 就是我們已經有三十幾個系友會 院友會跟所有會 那目前我自己是特教系系友會理事長 我們知道複製系以及幾個系都非常活躍 尤其是公教系 公教系那天開系友會的時候 不是正式動員就二十幾桌 聽說如果真的活動起來是五十幾桌 所以公教系的人也是那麼多 我希望拜託各位院長各位系主任 我們希望所有的系友會 所有會都參加我們校友會成為團體會員 那將來我們的校友總會的會員代表的產生 除了各地校友會推選產生之外 我們要用系友會跟院友會的方式來產生 那它將來的代表性會更強 而且抓地力會更強 我要在這裡就特別介紹 今年我們的傑出校友 是陳徐了過去多年來 我們第九屆 我們今年傑出校友選拔 是由各院院長或是各院系的系友會去推薦 是由各地區校友會去推薦出來 然後由校長以及我們的副校長 各院院長以及各地的校友分會的理事長 共同產生我們零選小組 零選出來今天得獎的十位 分別在學術界 在教學 在行政 在才藝 在工商服務 等等方面有傑出表現 等一下會一一介紹他們的傑出表現 我期待明年以後 我們所有的傑出校的產生 都是由我們各系各院的系友會 或者是各地的校友會推薦出來之後 我們共同產生他們回到各縣市之後 除了為我們母校爭光之外 也成為我們在校生學習的榜樣 我們這一屆校會成立第四屆之後 我特別對於我們的秘書長 我要介紹我們現任的秘書長 是我們現在在公教系博士班的施政宏施秘書長 今天也來到會場 我們的校友總會得到我們校友很多的支持之外 母校也全力的協助 我們母校許多司長都投入我們校友總會的工作 在這裡要代表所有的校友 感謝母校之外 也鄭重推薦今天我們的十位傑出校友 等一下我們會一一的頒獎 各位一一把她的事蹟在這裡介紹出來 最後再一次祝福母校生日快樂 同時進出今天校院的活動圓滿成功 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讓我們一掌聲謝謝黃理事長 黃理事請回座 二幣